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走逛逛 仿佛置身在客家农村当中 古早味的铜外也让瓜瓜玩得不亦乐乎 美比你知道吗 这个油纸伞它是只做的喔 那下雨破掉不会破掉吗 我们来问老板好了好不好 好 老板这个油纸伞遇到雨不会破掉吗 当然不会 它就是雨伞 为什么 因为以爽的铜油 所以铜油都防水 一般人就会杂味 杂味就是雨伞的意思 原来让油纸杂看起来光亮的铜油 是让纸张能够防水的秘密武器 要完成一把典雅又美丽的油纸杂 每个环节都相当的花费心力 油纸杂全黑二十平 我跟瓜瓜来到美农 当然要试试看能不能才会出 跟老板做的一样漂亮的油纸杂 宝贝你想要什么颜色 芒色 好 芒色 那就是黄色 谢谢 慢慢捏 要慢慢捏 要慢慢捏喔 对 要慢慢捏 知道吗 老师 我觉得 雨伞杂 全黑二十平 它是不是也有一些代表的含义 大陆的杂味 杂味行的一个眼 很多眼 所以杂味 对人家教来说 杂味行的一个 还记性的东西 很记性的东西 宝贝 我们是不是有看好多的 油纸杂 对啊 而且DIY也好好玩喔 那你有沒有觉得 油纸杂懂讲呢 有啊 因为 油纸杂 秋黑二十平